秋天的第二颗板栗一定要给孩子炖这道板栗排骨汤 汤鲜未免营养丰富,关键孩子特爱吃 首先准备10块钱一斤的板栗 老规计把板栗去壳 把板栗放入大一点的瓶盖里 然后用刀把它切成十字花刀 这样既省时而且不容易伤到手 板栗正当剂非常的营养好吃 可以用来焖鸡炖汤还可以做成糖炒栗子 起锅烧开水,倒入切好的板栗煮两分钟 板栗经过高温处理它的壳会暖化 这样更容易剥去壳 煮好后倒入温水里 不探索的时候就能轻轻松松的把壳剥去了 板栗营养丰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能益气健脾等 家里有条件的可以多吃一些 全部剥好后放入盘子里备用 再准备半个胡萝卜把它切成滚刀块 白色的玉米切小段 这种白色的玉米比较软了 但是甜度会差一点 再准备30块钱一斤的排骨 倒入适量的清水把排骨清洗一下 洗去沾东西和泻水 洗干净沥干水分放入冷水锅里焯一下水 放入几片姜片倒入一勺料酒切腥 用铲子把它翻拌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煮着水开就可以夹住排骨了 把排骨直接在开水锅里洗去浮沫 就不要用冷水清洗了 不用冷水清洗炖出来的排骨会更嫩 砂锅里放入排骨、玉米、胡萝卜 剥好的板栗 再放入几颗红枣 再倒入一大碗三勤水 盖盖水开小火炖40分钟 40分钟后我的板栗排骨汤就炖好了 再撒入一小把枸杞好看又营养 加一小勺盐调味 有条件的可以撒一把葱花 不喜欢葱花的可以不放 用勺子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炖的板栗排骨玉米汤汤汁鲜甜 营养美味 趁着板栗大量上市的季节 我们可以隔三差五的炖给孩子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星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